自从电视变成了16比9 拉宽了屏幕之后 不管男艺人还是女艺人 个个都变得更加小肌肚长 生怕多吃一点卡路里都长脸上了 没错 但是周董最近好像是销售了不少 粉丝们非常担心 但是千万别担心他没地方吃饭 因为周董开了一家饭店 前两天还被爆体重重解已经骨瘦如柴 这两天新餐厅就在台北开张了 但是合伙人前好兄弟刘均宏 对周吉隆的身体状况可是看在眼里 担心在心里 而且周杰伦的巡回演唱会启动在近 他这样的小吃法能扛得住吗 周董如果你要登场是要跟这几天 这几天应该每天到演唱会之前 每天都会来这边吃一下 讲清楚 真状 我们也要真状不是真胖 自家餐厅周董当然免不了一番王婆卖瓜 保证美味的同时食品的质量也是有保证的 本月本身自己已经开了蛮多的餐厅 我觉得这一次其实 我觉得经营的这个对象非常重要 这次跟宏跟四军我觉得会非常的放心 我说周老板 副业干的热火朝天的同时 也千万别忘了自己的主页 粉丝们还在等着你的新歌和新电影呢 天台爱情刚刚票房告捷 周董就被变形金刚四的制作团队相助 有意请他一起参与之道 我也是看报纸听说这个事情 那我觉得 听到我觉得非常开心 觉得这种感觉是一种肯定 一种肯定 那个变形金刚应该要说 哎呦不错这样 宇乐新电力台北三方报道